好了警方呢在公园逮到了一名诈骗车手 做什么你知道了啊 你做什么事你知道吗 远警还伪装成六狗的民众呢 埋伏在公园里面 等待时机成熟呢将他团团包围 现场就查扣到了现金赃款120万 收据还有手机等证物 但奇怪的是明明天气非常的热 这名车手不只左手戴绣套 而且还穿着厚厚的外套 结果进一步搜索发现 他的外套口袋里面竟然放了 远端监控的摄影镜头 一问才知道原来诈骗集团 因为怕被黑吃K 竟然在车手的身上装了针孔摄影机 全程监控车手面胶的过程 而这名车手呢因为手上有刺青 还被呢上级指示要戴上袖套遮掩 不然呢假冒里专的身份呢 就会曝光令人起疑 所以呢他才大热天还得要穿着袖套 真是急拍坦 最后呢被一炸七起前防治移送地检署 正办 以上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 们休息我们继续